新冠病毒 會引致肺部受損 大家都知道 但原來它還會攻擊男士的蛋蛋 引致不育 真是這麼嚴重 根據澎湃新聞的報導 南京醫科大學 附屬蘇州醫院避療外科的一個團隊 近日上傳了一篇論文 他們說 新冠病毒不僅傷快 甚至有可能傷及腎臟 和傷害高院 他們研究的數據顯示 新冠病毒感染者 有3%至10% 出現腎功能異常 7%的患者還出現急性腎虧損 論文還提到 有某些情況下 病毒引起的高院損傷 可能是導致男性不育 和高院腫瘤 到底是真還是假? 我們就問了抗疫英雄王琴英醫生 冠狀病毒是可以影響 高院的 在2005年 已經有一份報道 當中他們是解剖了 18個沙士的死難者 有15位是男士 15位當中有7位 他們的高院是有一個 局部萎縮的情況 即是說他們的高院功能 如果他們在生 是會受到影響的 由於今次疫情 武漢肺炎 同樣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 所以由以前解剖的推論 今次的患者康復之後 亦都有機會 只是有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 但是實際 有多少人有這個機會 患者是很嚴重才有機會 或者是很輕微的都會有影響 就要等待將來我們的研究報告 以及多些醫學文章發表 我們才知道